大家好 我是阿斌 加拿大打工度假真的需要英文嗎 我出發前阿 英文是非常非常的爛 你知道就是台灣的教育阿 中式文法啦 老師啦 還有就是多益成績啦 口說是我最爛的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去思考說 好 如果我今天去加拿大打工度假 我一定要教很多當地的朋友 我一定要去好好感受當地的文化跟生活習慣 還有就是用英文來認識這個世界 好在還沒進入語言學校到底有什麼優點 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我最先開始只是想要讀一個月而已 但是你知道嗎 我讀完那一個月之後 發現我的英文口說能力 跟一些英文觀念大大被扭轉 所以我那時候又再加一個月 它優點其實很多 找工作靠介紹 這個一點都不誇張 因為其實你在讀語言學校的時候 你會認識很多像日韓阿 或者是其他南美洲 或者是法國啦 他們其實也都是來加拿大打工度假 所以其實他們在讀書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邊讀邊打工 我比較喜歡去認識朋友 他會覺得說 其實有一個像咖啡廳的工作很適合你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當你靠別人介紹的時候 那個老闆會對你非常有影響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的第一個接案 這個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都會去跟大家分享我的影片啊 拍照啊 還是韓國同學幫我介紹喔 就幫我介紹一個就是實務的拍攝 我非常感激他 因為這個案子也讓我有不少的收入 因為你知道 國外非常的重視專業 最重要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超級重要的資訊 就是我要介紹這個代辦公司 叫做加拿大ADMDO優學代辦公司 那為什麼要介紹他們呢 他們的團隊就在加拿大當地 所以他們會提供你最新的資訊 然後當然就是如果你假如想用旅遊籤 先去讀語文學校的話 那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我會把所有資訊放在資訊欄裡面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他們的粉絲頁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一點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要去報名的話 請記得點下面的一個網址 就會有得到獎學金的贊助 或者是說你報名的時候 可以跟他們講說是看阿兵的頻道 所以他們就會給你一個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獎學金的贊助 第三個 認識很多朋友 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是一個人去加拿大打工度假的等啊 我真心覺得就是你可以去參加語文學校 因為在那裡面你會認識很多朋友 除了同學之外 你還可以認識到那邊的朋友去 因為到後面的工作 或者是到後面的旅遊 其實都是靠這些朋友來介紹認識 第四個 Wi-Fi不用錢 好那其實在加拿大的大城市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一些電信的Wi-Fi 它是可以輸入密碼免費 那為什麼我會拿到不用錢的 因為就是很多同學 他就會說 為什麼你的手機不能上網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省錢 我想要就是 有Wi-Fi就連 然後反正沒有的話 就是打電話就好 他就馬上給我一組密碼 所以你知道我用那一組密碼 上網 你知道我用得多開心嗎 所以為什麼出外靠朋友 就是這麼重要 第五個 資源共享 那這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用英文去了解它的領域 所以像資源共享 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資料庫 剛剛介紹這麼多優點 來跟大家說說 英文好跟英文不好 到底差別在哪裡 英文不好的人 去國外 絕對是可以生存的 因為現在是非常方便 就是你可以去譬如說華人餐廳 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較不用英文的工作 但是千萬要記得 你今天去打工度假 不是只是要賺錢 而是要什麼 去體驗他們的文化 如果你英文不好 當你要去一個地方玩的時候 你都會想到說 我是不是要找台灣朋友 都是會依賴中文 但是如果你英文好的人 你就絕對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找資料 甚至啊 有時候你不懂的時候 你用英文簡單的搜尋關鍵字 這些答案永永遠都會比中文的來得多 你英文好的話 工作機會絕對多 而且你交到朋友更多的時候 你那個工作你根本真的不用找 就只要靠介紹就好 好那第二個 就是為什麼多益成績好的人 去那個地方啊還是變成啞巴 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讀多益的時候 你都是用什麼讀 用心在讀 考上700多 為什麼這些人還是不敢講 譬如說如果你假如出去在講英文的時候 誰會跟你講商用英文啊 拜託 去那邊都是用生活化的方式 好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剛剛我講說 本來我只是想要讀一個月 後來自己增加到兩個月 為什麼呢 因為在學校裡面 我真的得到很多東西 第一個西方的教育 我覺得在西方教育體系裡面啊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為什麼 因為它完全就是不會受限 時間上 作業上 想像力 它完全就是用一個開放式的方式 讓你去好好的學習 好好的玩 第二個 獨立思考的能力 譬如說我覺得台灣人就是常常有一個普遍的問題是 你不知道你的未來要幹嘛 要什麼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教育 讓我們知道你只要考好成績 考上好的學校 你未來就一帆風水 但是我覺得在西方教育裡面啊 它會很注重你的獨立思考 它會很清楚讓你知道說你要什麼 它會一直激發你講你想要的東西 第三個 建立口說自信 後來啊 就被一個老師就是一直稱讚說 你要不要直接提升到高級班 可是其實那時候我的程度只有終極 那我就想說 啊這樣我壓力很大 所以老師就說沒關係你試試看 然後可是如果你到高級班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哇哦 怎麼像很多什麼南美洲啊 或者是歐洲人啊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非常敢講 我曾經就是看到一個情況就是 老師只是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還沒輪到我 就已經討論到20分鐘去了 所以我在那個課堂上學到什麼 原來教育如果不受限的話 可以發揮這麼多的想像力 而且它可以建立自信心 去跟老師挑戰 上課情況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我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大家講話很快 所以我前面一兩堂課 我挫折非常的重 但是你知道一個好處就是 當一個人挫折非常重的時候 每個人的潛力可以馬上把你推到前面去 所以啊千萬不要害怕 第四個 履歷的撰寫 老師會用他的經驗來告訴你要怎麼寫 如果你要去面試這個領域 你到底要怎麼寫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履歷撰寫的課程也不錯 因為它就會增加你對當地的一些工作內容的一些認知啊 跟想法 第五個 語感的提升 因為如果你講英文的時候可能會鈍 會有口音 那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在跟老師一來一往的時候 你會慢慢去學習他講怎樣 去學習他的音調 然後去學習他講話的方式 我跟你講 我很多的一些反應詞與助詞 都是從這些老師跟本地人學來的 打工度假結束之後啊 我的英文能力啊 當然跟之前很爛的比起來就是 啪 那我就覺得 哇可以了耶 我可以自己去旅行看看 所以我就給自己一個機會 就是去歐洲自助旅行 德國打工換宿跟土耳其打工換宿 把英文學好 然後去國外 好好的感受他們的文化 好好的生活 回來之後 相信我 你會非常非常覺得說 哇哦 未來無限美好 好那最後啊別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 咻 有點遠 掰掰 咻 咻 咻